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的新北市 豆蔻年华应该是每个少女最美好的时期 但是呢却有许多的青少女 他们因为受到了性剥削 所以被安置在了比较偏远的丰珠中学这边 希望透过山林能够来净化他们的一个心灵 然后让他们重新认识生命的美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的新北市我们出了外景 来到了新北市共疗区的丰珠中学 要和校长一起好好来谈一谈 我们如何来帮助这一群青少女 回到我们的社会上 好好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 我们欢迎我们丰珠中学校长 陈鸿年 陈校长 校长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我们今天特别来到丰珠中学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丰珠中学 它跟一般的这种升学性的这种国中 是比较不太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丰珠中学的一个由来好吗 丰珠中学是中途学校 那中途它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涵 就我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这样下来 它有一种接触 有一种疗伤的意味在里面 然后就法律的层面来讲 它是儿少性剥削条例有这样规定 就是说我们的青少年为了让他防止青少年的 遭受各种形式的性剥削 所以为了让他的身心健康安全 所以设置安置了这些孩子 对 那就社会的层面来讲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在那边等我们接住他 等我们为他疗伤 是 所以每一位来到我们丰珠中学的学生 每一位孩子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故事在 对不对 是 丰珠孩子的故事讲三天三夜 讲三十天三十夜都讲不完 好 那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刚进到丰珠的孩子 在午睡的时候趴在桌子上睡觉 然后导师就看到他的眼泪这样子 彻着流流流流流 流到满桌都是 这样连续流多久 流了三个月的眼泪 是 好 再讲一个 一个孩子 他我们所知道 他们我们学校的孩子大概是国一到国三 然后高一到高三这样子 这个孩子他在小一的时候 他的爸爸为了带他的阿姨出门 好 为什么是阿姨呢 因为父母亲没有婚姻关系 然后就把孩子反锁在房间里面 好 那一个没有卫浴设备的房间里面 他可以把他就这样关着 那就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时间大概有 至少有半个月 所以他们的故事是非常的沉重跟悲伤的 其实我现在听我就觉得真的是心里就开始难过起来 因为你很难想象说那么小的孩子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 对不对 所以校长你当时来接这个学校的时候 其实你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因为你要面对这么多沉重的故事 其实我真心的感谢说我能够来到丰猪 我常常跟老师讲说我们能够来这边 我们可以彼此相遇是我们的天命 孩子他没有快乐健康的童年 好 那他的生命即将在这里扭转 这是我们自己这样子想 所以老师们我们心里告诉自己的就是说 我们要用最快速的用神速 然后最有效的方式 好 让他弥补他以前匮乏的 他现在应该有的 还有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他离开封租以后 他的面对社会社区应该有的自信心 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都想做 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很甜蜜的一个责任 是 但是应该会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可能痛苦的过去 然后呢 他其实也许他会觉得说反正现在我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了 他也不希望说有人会帮助他 有人会关心他 所以当他们来到封租的时候 一开始他们的那个心情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处的一个状况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他确确实实他刚来这里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抗拒 他会觉得这里是监狱 为什么我 你们说我是受害人 那为什么 你要把我关在这里 对 为什么是我被关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同学他也会害怕 也害怕说彼此之间的一个 因为毕竟是住宿学校 一起读书 一起在一起 所以那种刚开始的那种困难和挑战是很大的 学生会不会像每个都像是长了刺猬一样 会 会 很会 对 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一般的一个学校里面 可能同才之间都可能会有一些争执 那尤其是在这个封租中学当中 这些孩子他们心灵是受到创伤的 当然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有的可能就开始自卑起来 但是有的就会开始用这种可能一些暴力啊 愤怒的手段 对不对 用刺猬的那种心态去对别人来保护自己 对不对 是 比如说 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擅长是 椅子一拿起来就往前丢 丢坏了好几张椅子 那有的小朋友在跑步的时候跑不动 他就会去捶路边的电线杆 对 所以状况真的是很多对不对 那你们怎么样慢慢的来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他一进来 他会走我们学校的蝴蝶桥 蝴蝶是学校的logo 他走蝴蝶桥 然后我们就带着导师 他未来的导师会牵着他的手走蝴蝶桥 那老师们都会在桥的另一头等他 等他过来 然后会告诉他说你在这边我是什么老师 你在这边会怎样 然后这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欢迎他的仪式 接下来我们会带他写一封信给未来他离开的时候的一封信 好他看看 其实这是让他再做一个自我规划了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周的那个算是试探周 了解这个小朋友的一个性向跟他的特质 那在接下来这一周过去之后 他就开始了我们的融入各种的生活 是所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去做引导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像这样的一群孩子 其实他是有必要要能够融入到社区去嘛 所以当时我在想 封住中学当知道说是当这个中途学校要收治这些被新剥削的这些少女的时候 其实社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反应 对不对 社区觉得我们也是一个关小孩的地方 是 所以有一年我 我们第一年去参加龙舟竞赛的时候 那他们就远远的看着我们说 那山顶 我就听到他们这样说 那山顶 那个团队啊那间学校来比赛 那另外我们有那个 晨跑 晨跑的时候 那晨跑的时候 小朋友我们都会鼓励他带水 可是他不可能这样就 因为我们一跑是跑四公里 好 然后所以社工会骑着摩托车 其实摩托车带的是水 补给水 那我就听到我们的那个社区的阿桑 站在路边看着 我听到的说 你看你看那个骑车就是走他们走去 对 他们如果走去 他就没摩托车摧下去 去抓住 这社区民众的一个误解 对 他们会这样想 是 所以要融入社区 应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不对 那你们怎么慢慢的 来改变他们的一个看法 这个是一个 必须是一个生根跟长期的 一个课程的概念 这样在做 那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从长者 还有外籍妈妈 还有甚至是小孩子 这三类这样来做 那从长者来讲 我们会不定期或定期的 帮他们 为他们服务 就是说 比如说跟我们的奥迪宝电站合作 然后为社区的长者按摩 讲故事带他们画画 我们的学生带他们画画 然后这样开始 那就外籍妈妈 这边我们的奥迪社区 有很多的外籍妈妈 那其实很令人感动的 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有一些是 他妈妈就是外籍妈妈 所以他可以是这样 从我们邻居的口中 听到妈妈故乡的故事 是 那就小朋友来讲 国小的学生来讲 因为丰珠没有国小的学生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活动叫做 丰姐姐带你登百月 好那丰姐姐带你登百月之前 还有一个暖身的 叫做基母岭路跑赛 那基母岭路跑赛 我们邀请了我们东北角沿线的 五所学校的学生老师来到丰珠一起跑步 那跑步健身为的是什么 登上这五所学校的小朋友生命中的第一座百月 是 所以这个需要一些时间的训练 对不对 刚刚听你在讲说 什么因为会带学生出去路跑 所以才会有机会 社区民众看到他们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你们蛮奇怪的 这样 观小孩这样子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让他们 能够有机会融入到社区 对对对 環境里面去 是 所以我后来再来 我走到那个社区的时候 至少两次 有阿嬷走过来跟我讲说 學長你好 我是少人少人的阿嬷 感谢你带她去北山 带她孙去北山 这样就对了 可是她孙子应该是可能就国小 国小学生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你们去引导的话 但是她可能就 就可能 没有缺乏运动 然后不运动 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的话 学生在参与这样子的社区活动之后 会慢慢的建立他们的一个自信 对不对 是 其实受惠最大的是封租的孩子 对 是两相蒙利的事情 是 对 那这些孩子在接触社区的时候 其实 需不需要心理建设 因为可能社区民众 看他们的眼光 毕竟会觉得不太一样 会觉得 这是可能是有状况 有问题的一个学生 这个其实是我心里曾经的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 我们带他们 学校有一个传统 就是 开学典礼是在草陵古道 那第一次我们走 走上这个草陵古道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眼睛 是不敢看路人的 你会很舍不得一个 14岁的小女孩 她眼睛不敢看人 你会很疼 再来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 木童鞋的一个活动 课程的时候 我们在双西 那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比较特殊 就是我们也要保护他的一个隐私 所以我们是让他戴着 那个自己制作的那个眼罩 戴着眼罩 结果路人就很不开心的跟他讲说 你要给我募捐 你这样有力吗 对 那像这样子回来 我们都会跟孩子 在跟孩子 就是说 在建立他 在跟他讲说 这个问题他存在 但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对 是 所以其实孩子在面临 社区民众的眼光的时候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受伤的 那这个过程其实 都还是需要老师这里来去做帮忙跟协助 对不对 那我知道说其实虽然我们把孩子 安置在供僚这边 他算是一个相当偏远的一个地方 那你们是不是也是希望说 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山林之中 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的一个力量 然后重新去建设他们的一个心理 这个是一定的 就是说 我们的力量没有那么大 那用大自然的那个强大的力量 所以学校是一年一百月 一年一露营 这样子在做 那我们的百月 从103年的和欢山开始 每年就选一座百月 是 104年我们就去爬雪山 105年爬玉山 再来嘉明湖 然后其来南华这样子 哇 都很难耶 对 刚开始我们其实受到很大的一个困难 还为什么小朋友爬一爬就哭泣 在雪山的黑森林里面完全摊在那里 那我们一直 老师回来会一直探讨研究说 我们城跑够啊 他们背包的装备 登山的步伐都OK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后来我们抓到原因了 心理素质 那这个心理素质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请来专家 请来我们的师大的带活动的老师 带他们做团体动力 带他们到我们临近的黑夜里的竹林里去坐着 慢慢来 然后一整群人在带出来的时候 在一起分享 那慢慢慢慢慢慢的 哇哇上轨道了 到106年的时候我们走玉山 就非常的顺畅 那107年108年就不用讲了 就是我是觉得孩子们开心了 而且可以很稳的踏步法 甚至照顾比较没有力气的老师 哦 对 换学生来照顾老师了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训练的过程当中 其实老师是有参与的 对不对 学生呢也是都是老师带领着练 但是呢 真正在登山的时候 反而学生是反过来来照顾老师 他可以照顾老师了 哦这都是一个成长 对对对对 所以对学生来讲的话真的是 大自然的一个力量真的是还是蛮大的 是是非常大的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总共你有去统计过 你们登了几个百月了 很多耶 因为我刚刚听你练出来的那几个 真的对我印象当中都是非常非常难的 但是嘉明湖就登了两次 一次是从这边一次是从这边 那从第二次从这边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只好走猎人的路径 然后要露营 那比较有趣的是 真的爬不动 要大概超过走15个小时 而且是陡上的那个路 然后再滑下去 然后走到那个看到嘉明湖的时候 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有一个孩子他就看着嘉明湖再高 因为嘉明湖像一个碗一样 他就这样子看 看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我走这么远 就是来看这一滩水嘛 那时候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该讲什么 老师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那我们就下山了 就带着一滩水下山了 下山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仪式 一个仪式就是 会找一个小餐厅 大家坐下来感恩 这个时候这个一滩水同学就拿着杯子来 跟老师 跟校长说 谢谢老师 谢谢校长 我此生无憾 就是从那个翻转很快 对啊整个一个大翻转 为了一滩水 为了拿一碗水 这样子 那么历尽千辛万苦 对不对 但是回到了 实际上他是 此生无憾 对真的 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子走一次 对不对 他们是两次 所以他真的是 学生的改变非常大 对不对 那其实我在了解 峰珠中学的时候 其实有看到一篇报导说 他曾经是一个监视器 最多的地方 然后整个都是围离 因为你为了要保护学生嘛 为了不让他们能够跑嘛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现在有一些改变嘛 有 我们把蛇笼能够 那个其实是高墙上的围离 其实是蛇笼 都是有带刺带刺的 对对对 真的有点像 对对对 然后就尽量把它拆掉了 那拆掉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把大门打开来 其实你 他为什么要有那个围离蛇笼 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怕学生跑嘛 是 那你想我在跑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校长甚至晚上我们都还 萤火虫寄的时候 是带他们出门去看萤火虫 那有一次我就在路上 我从这边走过来 我看到星期六 我看到我们的祝福老师 带着孩子在路上散步 以前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祝福老师他可以很自主的 带孩子在积母岭上散步 我觉得说 我那一趟我很感动 我想说这样就好 对 是其实都是一个进步 对对对对 毕竟总是要走出去的 是 那在我们丰珠中学的 这一段时间来讲好了 就是说 学生有进入到 重新进入到社会上的吗 有 有 因为他们来这边大概就是 平均是两年的时间 那会进步到 就是两年之后 经过评估的会议OK了 他就回到社会上 就学或就业这样子 对 那有 对丰珠中学这边有 怎么样的一个回馈 还是说 有怎么样的感谢 其实我很享受这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 每一个要离开的孩子 应该这样讲 有两件事 第一个我们会帮他制作一本 属于他的书 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 叫做小山丘之歌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里面就是他的活动的 在封珠这段时间的 对的心得 还有每一个老师跟校长 都会写信给他 那些信就放在里面 还有他的照片 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 因为封珠的孩子是不能 曝露自己的行踪 所以他几乎没有 这边活动的合照 所以最早的时候是我看到 有一个孩子拿着一张照片 然后我就仔细看 那照片上面怎么 这边一个洞 那边一个洞 这边又一个洞 那边又一个洞 那我就问老师 说为什么他拿着一张 都是洞的照片 他说 因为那上面有其他的同学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呢 这里的孩子没有毕业典礼 因为他们来的时间不一样 对 离开时间不一样 所以没有毕业典礼 他们也没有毕业纪念册 那所以 其实这个小三秋之歌 其实就是希望说 他能够留下最美好的一个 他的记忆跟祝福 让他带离开这样子 对 所以这也是校长贴心 帮他们想到 对不对 他们非常开心 他们非常开心 他们有讲 离开的孩子有讲 他们说 他开心的时候 或者是悲伤的时候 这本书都是他们最大的 力量的泉源 那另外呢 他们离开的孩子 他们也非常高兴 如果风珠在呼唤他们 他们每一个人的愿望 都是希望可以回来这边 跟学妹讲话 对 就是回娘家 是 对 他们愿意回来 再跟学妹们分享 非常非常的愿意 那有真的回来 然后跟大家讲他们的故事 有 大概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外面 这边的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鼓励 学妹们 他们会鼓励 学妹们 在这边好好把握 好好享受 这边的生活 所以其实也是 希望他们能够 真的好好的在这个学校 然后重新再成长 然后能以后呢 就是回到社会上去 真的 那我必须再问一下 就是说 那你们有遇过 就是离开之后 那可能还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然后可能又走偏了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吗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叫做后追 那就是后追一般来讲 就是县市的主折社工 他会负责一年 其实一年是绝对不够的 绝对不够的 他必须就是说 你一直要去关注他 关注他 甚至是助他一臂之力 那有的孩子他是一年后 他就 又走回原路了 他在这边是 有感受到那个能量 对 或者培养他的技能 是 OK了 可是出去社区 社会很现实 对 还有可能是父母亲的要求 对 好各种的 各种的问题 其实都会产生 所以 其实要帮助他们 我觉得可能 要至少到 他现在他们出去 大概是16岁17岁 其实都还是很年轻 年轻都还小 需要到20岁 我觉得需要到20岁的后追 所以我就自 我们就封诸自我鼓励 我是一年会有好几次 跟我们的老师 跟我们的社工设定好 然后画好地图 一个一个去看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会很开心 比如说像过年前 或者是暑假 你去看他 所以还是需要关怀的 非常需要 要不然你一离开了 其实他在这里是受到保护的 但是回归到社会之后 这个现实的社会 也许工作找不到 也许其他的朋友 又来找他 没错 很容易一个不小心 又被带偏了 所以 这应该是你们会觉得 最可惜的地方 是 所以未来怎么让离开的孩子 能够继续朝正轨去走 应该也是你们 比较 很重大的议题 对 除了你们之外 其实我们的社会 也是要去做努力的 对不对 那今天我看到说 校长穿的这件T恤 风润明珠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看见你转身起舞 其实这件衣服是 一直进化到现在是第三代 第三代 第一代是叫做 风润常珠 风润 润是 水润 水润的润 风润常珠 第二代 大概那是103年到105年 第二代叫做 风润探珠 探珠 探就是探索 去寻找 是 因为我觉得说 风润常珠 是 但是 那个珠要把它找出来 是 不要藏着了 好 就风润探珠 那探到了 所以风润明珠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严格 对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欢喜 对 说其实这是一个故事 是 没想到我们走出来一个故事 这样子 所以这些小朋友来讲 对风珠中学来讲 其实真的都是明珠 是 对不对 对我们希望它未来能够发光发热 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中途之家吧 好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收容的一个地方 希望能够再透过山林的一个力量 帮这群学生找回 就是看见他们转身起舞的一个样子 都是大家期待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最后用短短的30秒 我们校长 给我们这些学生一些鼓励好不好 我最希望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我可以一直看到他们脸上绽放微笑 他们平安无恙 嗯 是 这是校长最大的一个期待 是 今天非常谢谢校长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个访问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的新北市的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